嘿大家好,这里是Mac云科棠,我是修康 苹果在7月10号悄然更新了Mac的产品线 砍掉了12寸的MacBook 并且让元老级的MacBook Air也退休了 在精简了产品线之后呢 苹果对两款型号做了升级 第一个升级的就是Retina屏幕的MacBook Air 屏幕增加了原材显示,调低了售价 起步价降到了8899元 另一款有变化的就是入门级的MacBook Pro 相比MacBook Air来说,它的变化很大 CPU从双核升级到了4核 配置了指纹解锁 并且原先作为高配身份识别的TouchBar 这次也下放到了入门的Pro阵营 所以按照苹果的逻辑 用户现在选购MacBook应该会更加轻松 日常使用追求轻便的用户 MacBook Air对他们来说物美价廉 对性能有一定追求 比如剪辑编程修图玩音乐 入门款的13寸MacBook Pro是最好的选择 对性能有较高的要求同时 又要兼顾便携性 那就买高配的13寸MacBook Pro 最后的15寸的MacBook Pro 拥有最强悍的性能和最大的屏幕尺寸 是很多专业人士的最爱 但是刚刚更新的这个入门款的13寸的MacBook Pro 其特殊的配置和定价 让这条产品线上的平衡变得微妙和脆弱 首先很多人会在MacBook Air和入门款的MacBook Pro间徘徊 第一是因为差价不多 第二是不知道哪个适合自己 而对于一开始就定位要买MacBook Pro的朋友 13寸的MacBook Pro 入门款和高配款的差价比较大 他们会困惑两者的性能差距到底有多少 哪一款的性价比更高呢 所以本期视频就带大家把这些问题统统搞明白 先来看看入门款的MacBook Pro 它比MacBook Air强在哪里呢 首先它屏幕比较好 500nit的亮度比MacBook Air 400nit的亮度高 在户外阳光照着下能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 同时在P3广色域屏幕的加持下 红色和绿色的显示效果会更鲜艳生动 如果你对颜色不敏感可能看不出来区别 但是对于有修图需求的人 P3广色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然后是扬声器 MacBook Pro的扬声器动态范围更高 能让看起来牵薄的机身释放出宽广红厚的声音 看电影的时候外放效果特别好 再来看看蓝牙协议 MacBook Air是用的是蓝牙4.2 MacBook Pro用的是蓝牙5.0 适量协议有什么区别呢 以蓝牙耳机为例 蓝牙5.0会比4.2更省电 并且蓝牙5.0的有效功能距离达到了300米 是之前的4倍 接着看键盘 MacBook Pro拥有抢眼的Touch Bar 而MacBook Air就是标准的F1到F12的功能按键 最后来到大家最关心的环节就是性能 乍一看这个CPU参数 MacBook Air主频是1.6 MacBook Pro的主频是1.4 很多人第一时间的想法就是 这个Pro的CPU主频咋这么低啊 这是不是性能很弱的表现呢 其实这种单纯依靠主频判断处理器性能的方法早就不适用了 举一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 汽车有不同的排量 比如1.4 1.6 2.0 一般来说排量越大动力就越强 但是相对的也就更费油 现在市面上很多车型的排量后面都带个T 代表涡轮增压 比如1.4T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它实际的动力接近于1.8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但是油耗却和1.4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差不多 Intel的CPU也有一个涡轮增压的功能 叫做锐频 平时都是以较低的主频运行简单的程序可以更省电 一旦有高性能的要求 就会启用锐频马力全开 怎么衡量这个马力全开的程度呢 就要看下面这组数据 MacBook Air锐频最高可达3.6 MacBook Pro最高可达4.5 虽然MacBook Air的单核主频较高 但是MacBook Pro拥有4核 更适合运行复杂的程序 并且锐频的数据也更好 所以到底是谁强一些呢 我们来看跑分 MacBook Air单核跑分4007 多核跑分7394 MacBook Pro单核跑分4794 多核跑分17125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 MacBook Pro跑分数据都是高于MacBook Air的 多核跑分的数据更是碾压级别 两款机型的显卡都是封装在CPU里的 MacBook Pro搭载的是 英特尔高端核心显卡芯片Iris Plus 比MacBook Air的UHD Graphics也要优秀不少 MacBook Pro在处理器性能 屏幕扬声器都明显优于MacBook Air的前提下 它们的售价分别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同样是128G硬盘参数的价格对比 MacBook Air售价8899元 MacBook Pro售价9999元 差距1100块钱 我相信大多数人在了解了入门级的MacBook Pro性能 屏幕和扬声器的优势之后 即使只是日常的简单使用 也很难抵挡住MacBook Pro更强劲配置带来的诱火 以及仅仅1100块钱的差价 那么问题来了 MacBook Air独特的定位到底在哪里呢 什么样的人适合它呢 相比Pro来说 它续航多了两个小时 多了金色外观的选择 同时价格更便宜 MacBook Air重量1.25kg MacBook Pro重量1.37kg 差了0.12kg 也就是两个鸡蛋的重量 所以如果你在MacBook Air和入门款的MacBook Pro之间犹豫 但凡对我刚才描述的功能差距有一点动心 我都建议你买入门的MacBook Pro 如果对我刚才的描述完全没感觉 就是日常使用 比如追剧聊天上网 做做Word PPT 选择MacBook Air也没问题 虽然两款机器的配置有差距 但是在日常使用中 MacBook Air仍旧可以为你带来 不逊于MacBook Pro的使用体验 还能省下一笔钱 当然 就我个人来说 还是更加推荐入门款的MacBook Pro的 如果说入门的MacBook Pro性能比MacBook Air强 是屡所当然 那么和19款的高配MacBook Pro比 就有点以下犯上的意思 这两款机器有啥区别呢 从参数上来说 只有两个地方不同 第一 高配的MacBook Pro有四个USB-C接口 而入门款的只有左边两个 第二 高配的MacBook Pro CPU和显卡的性能更好 为了这两个优势 你要付出多少钱呢 同样以256G的型号为例 入门款的MacBook Pro售价为11499 高配的MacBook Pro售价为13899 差价2400块钱 所以抛开接口数量不看 两者性能的差距值得这2400块钱的付出吗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跑分 刚才知道入门款的MacBook Pro CPU跑分单核4797 多核17125 那么高配版的MacBook Pro呢 单核跑分4988 多核跑分18575 这个差距呢 说大不大 说小其实也不小 值得2400块钱吗 不好说 这个时候就不能光看跑分了 高配的MacBook Pro除了塞有一块更好的CPU之外 内部的设计也和入门的MacBook Pro不同 现在首先看到的是高配版的MacBook Pro的拆机图 右边对比的就是前几天刚更新的入门版的MacBook Pro 大家发现了什么不同之处吗 左边机器比右边的机器多了一个风扇 这个内部构造的设计从本质上就决定了 高配的MacBook Pro在持续高功率工作时的表现会远远大于数据上的优势 因为高配的MacBook Pro呢 CPU散热设计功耗TDP为28瓦 而入门款的为15瓦 这就意味着高配的MacBook Pro在高复合运作的时候 更不容易撞到温度强和功耗强 更不容易因为散热不足降频 导致效率低于齿面数据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Pro级别的用户 高配的MacBook Pro绝对是你的菜 多出来在2400块钱能换来高功率运作时的稳定和效率 让你榨干它的性能 如果你只是偶尔需要榨那么一下 点到机址 入门款的MacBook Pro就完全足够了 刚才所有的比较都是关起门来和自家兄弟比 其实不论什么配置 在日常使用中 MacBook都能为你带来统一的体验 流畅、稳定、优雅 这些不是简单的参数堆叠就能做到的 这是既设计硬件又设计软件的Apple才能做到的 最后 如果你已经选好了理想的型号 有资格的话 一定要参加苹果官方现实的教育优惠返效活动 所有的Mac都能在原价上打折优惠 并且赠送Solo3无线耳机衣服 新品的更新和返效优惠同时出现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 大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买买买 好了本期视频的节目就是这样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旭康 让我们下次见